哈囉,大家好 那我們在做魚菜公司 也做一段時間了 那經常有人問我 這個種植床 有螞蟻的時候該怎麼辦 那 我相信啊,市面上 有很多這個螞蟻藥 但是 我一直都沒有辦法說 確確要用哪一種 那各位可以知道嘛 大賣場也有這個 那個 環境用藥的那種 螞蟻的沙蟲劑嘛 對不對,蟑螂螞蟻那種 可是我用的始終不放心 因為 我們做的是魚菜公司 總是希望能找一些無賭的東西嘛 那怕噴的那個沙蟲劑就死 死光光了 那最近 我又找了一個 虛蟲這個 螞蟻的 那 我在網路上發現 這一個 驅除螞蟻用的這個 最主要 這個是 它有強調 無賭 它這個後面有說明 就是說 不含任何有毒物質 安全成分 放心使用 我最主要是 看它這一句話 那今天我們不是要來 推薦這個東西 我特別先講 我只是來試用 不是要推薦 好 我要用看看它效果怎麼樣 好 它的成分 是 香茅 柑橘 檸檬 油加利 等 富方精油 好 氣味清香不扑鼻 最主要就是說 我看它的成分 大部分都是以天然萃取的東西 比較多 最主要是 它是強調天然無毒 所以我們才會說想要來試用看看 因為我也怕我的魚 一試用之後就死光光 那 這個到底要怎麼用呢 好 就是說我們可以噴在我們的這個 超級戰艦的 種植床的四周 可以 防止這個螞蟻 跑到我們的植床上來 這樣就OK啦 因為它如果無法進入你的植床 它就不會跑到你的植物上 我們來示範一下 譬如說 你這個 種植管 你可以把它噴一下 這樣噴 把螞蟻 可能經過的路徑 把它噴一下 因為它這個是 無毒嘛 所以萬一 因為我們不小心噴到這個 菜的葉片 或是噴到水 我相信 對魚也不至於有太大的影響 另外我看這邊 我們這邊 種植床 旁邊有一些土羹 那土羹的地方 確實是比較容易有這個螞蟻 所以 所以我們會在這個 種植床 跟這個 土羹的這個界線 這附近 把它噴一下 讓 萬里有螞蟻 它就不要跑到我們這個 種植床這邊來 另外一方面我發覺 我們這個 這個土羹這邊 經常有螞蟻 在這邊跑來跑去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螞蟻在跑來 那我們就乾脆在這邊 沿著這個 磚頭噴一下 看 看 看是不是能有效的防止螞蟻 好 那我們以上 只是說簡單的 做個 實驗 有沒有效果呢 可能要看一兩個禮拜後 才知道答案 當然 你如果 如果也想試試的話 你也可以去網路上找一下 好 這個是在 在網路上買的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好 我再強調一次 我只是 試用 不是推薦 以上 謝謝各位觀賞 拜拜